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我是劉南昌 今天又是由我来帮大家 《华山沦世》 今天谈什么呢 谈一个现在国际大战 有没有可能发生的形势 在现在新的战争模式下 到底什么军种是最强 现在最强很多人说 这次在打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就证明了 现在陆军还是最重要的军种 大家知道在二战期间 打的全部是靠陆军 那时盛行的是大陆军主义 慢慢到现代化了 空战的力量提高了 导弹的力量提高了 超视它的作战能力提高了 包括现在 现在无人机加入了作战 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 很多人说陆军不用这么多 要可以削减陆军 实际上这一次俄乌战争 给大家的教训 陆军还是最重要的军种 你即使你的导弹 你的海马斯的远火 你其他所有攻击 你将对方的陣地的 上面的兵力烧毁了 你还是最后 你都要靠自己的步兵 去占领陣地 如果你不靠自己的步兵 你没有自己的步兵 去占领陣地 实际上 你的胜利的成果 是保障不了的 你只不过就是 炸烂了对方的陣地 这个疑义 所以来说 现在对陆军重视了 特别是俄罗斯 和乌克兰 在这一次交手中 都会觉得 你打一打 你现在所谓的 合成旅和其他东西 你打一打 发现步兵一伤亡 步兵反而不够 所以步兵 现在是大家最重视的 一个战斗力体现的部分 我们看看 现在最近 美国方面 对国际的战争形势 有两个讯息 我觉得是很值得 帮大家说一下 一个是在美国的军事预算的 国会的听证会上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马克美尼 他作证时候 他说了一段话 这段话我觉得是很有很有想法的 如果美国 中国俄罗斯之间要继续保持磨平 美国就必须要全球军力最强大的国家 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 他说美国现在不得不面对两个核大国 实际上他说的意思是 现在美国是要两条战线同时作战 既要对俄罗斯 又要对中国 其实鸡身界和布宜遵司机等等 原来美国的智囊 就说这个是美国最不想见到的 你本来三国议议中俄美 你同时将两个作为你的对手 是不着数的 但美尼说 对任何对中俄任何一方的战争 都是一重灾难 而且他认为不是不可以避免的 实际上他表明 美国都尽量希望避免与中国和俄罗斯作战 他说现在的现代战争 是非常非常之恶贵的 要很多很多钱的 现在要准备这场战争的钱 同样是非常非常之恶贵的 当然你听他的意思 就是说你美国现在的军费 加到8400亿美元 就是要你国会快点通过 就是说给更多 但是他同样透露出一个讯息 就是说你美国 美国现在是同时面对中俄两个对手 美国如果要打这一场仗 是伤贸很大 死伤很大 要花很多很多钱的 美国作为五国大楼的军头 他是希望避免的 这是第一个讯息 另外一个讯息 又是美国有一个智库 又是专门研究军事 他这个智库叫什么名字呢 他这个智库叫做国际研究协会 这样的一个智库 他最近又是做了一个沙盘研究 我们之前都说过 美国很多的沙盘研究 他这次沙盘研究 他说如果一旦要台海发生战争 美国必须跟G7 跟台湾 跟日本 跟所有人联手 先可能 足以对付中国 这是这个观点 我们现在说回 先头为何要做这个形势的分析 现在实际上 你可以看回 未来 所有的战争 最后落脚点 都是六战 现在全球的陆军 是谁最强 这个 实际上 世界上的军事架 每年都是在平比 美国在 2021年 就发表了一个报告 他认为 最强的五个国家 是谁呢 俄罗斯 他把它摆为第五位 他说俄罗斯的 空天力量 导弹力量 是很强的 但是他的步兵 他的陆军 就不是那么强 所以他摆在第六点 事实上 在这一次 俄乌战场 你都可以看到 俄罗斯的陆军 的的确 不是很强的 另外 他将谁摆在第四 他将日本摆在第四 他认为 日本 他的武士道精神 在他的现在的智慧队里面 同样 在 那第三 第四 就是日本 第三 他是谁 是德国 他认为 德国人 那个纪律讯 依然在他那个 军队中体现 所以他认为 陆军的 战斗力 第三 是德国 但是 我觉得他这两个 摆法 其实 是很有问题的 实际上 大家都知道 日本和德国 在二战战败之后 他受了很多很多的 条约的约束 他是对本国的军事力量 是受到很大发展 是受到很大的限制 你实际上 日本的自卫队 包括德国的军队 他们的人数都是有限 我自己个人觉得 越南的军队 完全在 越军 完全在 这个日军 在德军之上 因为实际上 中国和越南 交手了很多次 1979年 打了至违环击治之后 在中越边境 打了十年 中国和越南 交手这十年 其实完全可以知道 越南陆军的战斗力 是的的确确 非常之强 跟着 美国就认为 美国是排 他的陆军是排 世界第二 中国 他认为中国是排第一 他也认为 中国是第一 我觉得 他这个分析 就真真正确确 是比较 符合现实的 是符合逻辑的 实际上 我觉得 怎样去衡量 一个陆军是最强大呢 大家知道 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 是人数 你说你的陆军好好打 你只有百多人 人家是一万人 一万人打你百多人 一定是 你是输的 你一定是以小胜 打多 你一定是不够打的 当然你可以一敌二 你一敌二 你最多敌二吧 人家是过万 我们看看现在人数 现在人数 俄罗斯的陆军 大概五十万 到四十万 美军 他自己公布的数字 又是五十万 左右 当然 比日军 比德军 已经多了很多 但是中国的陆军 至少过一百万 人数 以前 完全是超过一倍 第二个 就是看装备 装备 现在全球都 承认 陆军的装备 最强最强 是美国 为什么 美国 他那个陆军 他是 现代化的装备 是装备到单兵 一个士兵 他所有的 信息化 所有的现代化武器 在单兵里面 他已经掌握 就是说 你所需要的 你晚坑 要有夜事宜 你有非常好的 通讯设备 非常好的定位 你所有美国的单兵 是完全 是具备的 在这里 中国 现在就 在单兵方面 已经是赶超美军 中国的特战旅 就是特别是 现在 在即刻 面临着要打仗的 比如说冲阵边境 这些 已经的单兵的设备 已经是接近了美军 这个就是 装备 另外装备 那 这些 是单兵 其他 还有火力呢 坦克 火炮 现在的陆军 其实 都有空军配备 都有武装直戏机配备 等等 火力的支援等等 陆军 这个装备 同样 是美军最强 但是 中国 已经 美军不输 你单单说 你火力 你说现在美国的M1坦克 中国的99A 99A 帮美国的M1 是可以一拼 这个 美国的海马斯 在这次俄乌战场 这个表现 大出风头 但是 中国的 远火 191 其实 射程 比他还远得多 可以达到600公里 就是 很多人说 在福建沿岸 这个 中国的 远程火箭炮 就已经可以 完全覆盖 台湾 所有所有的地方 因为大家知道 火箭炮最主要是一个密集的饱和攻击 中国的火箭炮 同样 亦可以 好像海马斯 装上导弹 可以精准打击 所以 在这个 陆军装备上 有些方面 甚至 中国 还超过了 包括 无人机 无人机 和其他 很多单兵的 这个武器 大家知道 美国的 陆军 他最 拿手的一个 就是 这次在俄乌战场 都是大出风头的 就是 标枪 反塔克导弹 标枪反塔克导弹 在这次 俄乌战场 用得好 但是实际上 到后期 标枪导弹 乌克兰的兵 都说 有很多问题 虽然故障 中国的 红旗 反塔克导弹 其实 很多性能 都超过标枪 中国的 这个 装备上 其实就是 不输美国 最后 战斗意志 和技巧 是陆军最主要最主要的部分 就是 你敢不敢拼命 很简单 你敢不敢拼命 就是 中国的 陆军 是最最敢拼命 是最最拿得的 这个已经在 朝鲜战场 在越南的战场 大家知道 越南战场 中国的 战军 是没有公开的 但是 中国的 陆军派的高炮部队 有出现的 中国在 越南战场 是同样的 另外 中国在 这个 中越战争 中国的陆军 表现了 那种 顽强的战斗力 这个 可以 为了胜利 牺牲自己 那种精神 是其他其他 军队 是很少见的 那我们拿回 最近一次 最近一次 在中印边界 加里曼河的冲突 大家 用拳头 用狼牙棒去搏斗 中国 又是 姓印度 很多 所以 在战斗 战斗意志 和技巧上 中国的陆军 同样是 优胜的 这个是美军 俄罗斯军队 英国军队 都不得不 承认的 为什么呢 其实 帮这个体制 有很大关系 现在实际上 美军 是雇佣兵 雇佣兵 所有的兵 都是拿钱的 等于是 他一个职业 俄罗斯 已经是向这个方向下 但是中国军队 完全是 义务兵 多数是义务兵 最后有些有经验的 好像 宜派 导弹部队 这些 需要技术的 变成了一个军事 它就是 一个比较长期服役 但是 中国的 军队 最主要 是义务兵 是保家 为国 所以 中国的军队的战斗意志 是最强的 中国 陆军 是非常强调一个 为谁 而战 所以 你将来 如果一旦 台海有战争 中国陆军 是完全 在战斗意志上 是不成问题的 我们看回 现在 中国陆军 过百万 实际上 中国的陆军 的俠城旅 现在 中国军方公布的数字 有84个 有84个俠城旅 除了中国陆军的俠城旅 不得不提 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力量 一个就是 海军 陆战队 海军陆战队 海军陆战队实际上 它是属于 海军的编制 但是它起的作用 它是陆战 即是登岛 或者是首岛 它最主要是陆战 它不是海战 所以 现在 中国的 海军陆战队 原来最初 才有两个旅 两个旅 现在已经是 发展了 发展成为 陆战军 已经是 根据 中国 已经公开的资料 至少有 八个陆战旅 他们的 陆战军的军部 在哪里 就是在 我们香港附近 在潮州 原来 55军的 那个军部 现在就变了 海军陆战军的军部 另外一方面 就是 空降陆 空降兵 中国的空降兵 其实最主要是由 这个 志愿军的 十五军 是演变过来的 大家知道 志愿军的十五军 在 这个 一个上金领战中 一战成力 以极小的兵力 抵抗了 这个 联合国军 狂空 数倍的 兵力的进攻 最后 赢了 上金领战役 上金领战役 赢了之后 三百战 基本上就稳定了 朝鲜的停火 基本上就稳定了 那么 这个空降军 空降军 现在是十五军 空降军 下面已经是有 至少有九个 空降旅 空降旅 它的配备 有 现在可以实行 这个空降 和基降 大家 空降和基降 是不一样的 空降就是 过落散 跳下来 基降就是 整架运输机 是着陆 然后 从大家知道 中国已经 运20 已经是帮美国的 大型运输机 是一样的 里面就 坦克就直接 开出来 那么中国的 这个 空降兵 空降旅 其实 他们 不得不提的 还有一点 就是 中国的 空降兵里面 还有一个 叫做特战旅 特战旅 他说他的任务 就是三个 第一 就是斩首行动 就是要对付 对方面 对方的重要重要的 政治人物 军事人物 等等 第二个 就是 佔领 重要的 交通输楼 第三 就是攻击对方的重要阵地 这是特战旅 实际上 你可以看到 现在 大陆方面 大陆的陆军 是 为了 未来的 台海战争 其实是 准备得 是相当充分的 无论如何 我们自己 看这个 台海形势 我们其实一直是很强调一点 就是 我们希望和平 两个 都是中国人 中国人打中国人 最后 是和平统一 是最好的 好 今天的华山论势 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 赞好 分享出去 支持同订阅 HKG部 帮我出声频道 按下这个小小铃子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